嗯 大家好 我是琉璃啊 我们今天算是检查身体的第二批啊 就是这个也这位野蛮人朋友他是有一些高级号前期的 猫柄吧 也不算前期的猫柄 就是他虽然有一个93级的等级 但他在 嗯 操作业或者说自己玩的时候有一些 游戏理解可能是会让他打得有点不爽 所以我们这期就 再用一下这个朋友的这个号做一个素材啊 就他这个号的问题其实就主要就是两个 一个就是装备上 追求这种输出辞罪 追求的比较多 然后有一些功能性的辞罪 没有满足啊 就典型的就是他这个鞋子跟这个项链 他项链上的话 你看他洗了个三级的事大历程 洗了冷却缩减 然后有总护价 有消灭经营移速 但其实项链是需要有一条怒气减号的 就野蛮人的项链在我现在理解 就是如果你在日常想要玩的爽 那一定要有冷却加怒气减号的两个词条 因为项链这个先祖项链的怒气减号是有 20%多的 然后他这边仓库里就是有呢 就是有这样子的 但是他没有用 为什么呢 因为他觉得三级的四大历程比较好 但如果是给我的话啊 那我肯定就是用这个项链了 就我哪怕不要四大历程的这些面板 那我肯定也要带这个项链让我自己去 获得一个比较好的游戏体验 获得一个比较舒服的锤子砸地板的一个体验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就是他鞋子起站 他裤子起站吼吧 站吼这个问题 我们之前视频里也说了 就增伤幅度不大 哎 现在我们会断吼嘛 所以意义不那么大 还有一个就是鞋子 他这边鞋子是怒气消耗全属性 还有消灭经历后移速 就我觉得鞋子这个部位也埋着你有两个刚需 第一个就是怒气消耗 他这边洗了没问题 第二个呢 就是移动速度 就我甚至觉得移动速度是比怒气消耗减免要收益更高的 因为你移速是在成立的时候的移速啊 就你看为什么这个朋友在成立 你们感觉一下 他是不是走得非常慢 对吧 就是我现在认为 舒适的鞋子是闪避之后加移速 然后有一条移速词罪 再去追求什么全属性怒气消耗减免这些 因为鞋子的怒气消耗减免只有10%嘛 而你堆移速你能是获得一个实实在在的体验的 就尤其就是你在成立走的时候 就暴雪现在他这个设定啊 就是你看我们骑马在成立的速度 其实就比我们正常走要快不了多少 你如果身上能堆两条移速词罪 就鞋子一条项链一条 你在成立人跑的是比马快的 因为马在成立不能加速啊 这个也是一个小细节 然后其他的话就是像暗金胸甲这边也就不说 他现在装备比较差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他的两个刻印啊 就是现在有一个高等级的号 就这边来说一个小知识 就是很多的固定属性的 就是这种多少多少点多少多少点的这种词罪 这种威能 我们去刻印低保威能 是比我们正常的威能数值要高的 就你在90级 95级 100级之后 就比如说他这个头盔 他这是12到24嘛 但是我们如果是在这边选择一个低保 你为什么没有这个低保 就假设你看这边他这个头是12-24 但如果你打了这个麻木印度之威能的低保 你会发现低保有29点 比你能够随机到的最高还要高 这是第一 然后第二就是这个裤子 裤子这边这个保护者威能也是同理的 你看他这个保护威能6900 接近满遍了 对不对 那我们在这边看 已经有7300了 就虽然这个盾它是没有办法超过你的基础生命值上限的 但是就是数值高一点 看的也会更爽一点 对吧 就反正就是我建议各位 就是如果要刻印这种固定数值的威能 你等级高了之后一定要去这边附模师这边看一看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知识 尤其是像这个保护者威能 它的收益就是很高的 就是还有一点 OK 就威能的问题讲完了 我们来讲一下他这边最大的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他两把主武器 两把主武器都是有问题的 我们一把一把说 锤子这边的话 他有一个终极技能伤害 这个终极技能伤害的收益没那么高 这是其一 但是他可能只有这一把800的锤子 那这样带也是可以少了一条磁缀 以其他地方补 对不对 但是他锤子里洗了力量 我个人认为力量的收益是没有全属性高的 就是在你满足 满足这边巅峰盘的需求之前 他这边能满足 他没有开到第六个盘 那应该也没事 他可能有一些任务没有做 巅峰还没点到那么高 如果你巅峰要点到第六个盘的话 你可能在武器这里就要再找一条 主武器让自己有600多 600的这个需求了 希望他这个武器如果这个终极技能伤害换成 全属性会好一点 各位不要觉得这个终极技能伤害能加你狂战士之怒 他是只能加那些让你造成伤害的终极技能 就比如说野蛮人 野蛮人为例的话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钢铁漩涡 还有这个什么先祖召唤 先祖去打人或者钢铁漩涡 你在这里拿武器打人的时候 只有这两个东西是能吃到终极技能增伤的 这个狂战士之怒是吃不到的 然后这个就是他武器 主手武器 然后还有个副手武器 就各位可以看一下他这个剑 他这个剑的属性也有问题 他有一个基础技能伤害 就基础技能伤害 我们昨天说了 只能加我们的初次打击的伤害 对不对 初次打击这边也没选对 初次打击这边最好是用双手键来放 你把这个技能面板打开 就默认是S键 你在这里用鼠标中键点 你就能换你的这个 一般这个基础技能 我们是用两把键来放的 这样子可以A的更快的时候 同时吃到野蛮的精通 就说一下野蛮人 这个精通是这样子的 你拿这个武器去打怪 你就能吃到这个武器的精通 就比如说我们这边 是用两把单手键放 那他就能吃到这个单手键专精的 击中被控制机能的时候 概率获得怒气的一个效果 就包括他实际的时候 额外效果也是能吃的 在这个基础之上 他还能吃到这个双手键的流血效果 这个就是野蛮人的武器精通的逻辑 就是有一个双手键 就我们一般选双手键 那我们就能永久吃到双手键的第一层 然后你拿什么武器打怪 就能吃到武器什么武器的加成 比如说拿锤子 对吧 就能吃到这个怒气概率提升 然后还有这个狂暴状态 对昏迷和异伤 敌人造成暴击伤害提高 这个就是锤子的暴伤 为什么打得这么高 为什么有的时候伤害浮动的原因 因为你要进狂暴 然后才能吃到锤子的这个15%的 这个独立增伤 好 然后这边技能也说完 你就会发现他这把剑实际上是有问题的 就我个人觉得 副手的剑不要去追求这个装等 他可能就是为了看 看上去有一个814的装等 然后才会带这把剑 但实际上你去弄一把 全属性力量 暴击易伤的剑 对他来说收益肯定是比他现在这把要高的 哪怕那把剑只有700多的装等 就是这里 这里就是我们玩野蛮人需要注意的一点 就是你玩锤子 那你就只需要考虑放锤子的这个剑就行了 就如果你后面玩旋风 那你要拿剑钻旋风 那你就再考虑这个副手的剑 或者你要拿着双持的两把剑去玩什么别的流派 什么狂乱啊 什么双持旋风啊 你再去考虑这两把剑的这个面板 就我们可以看到这位朋友 他所有的这个装备都是800多的装等啊 我不知道他是喜欢追求装等 还是说怎么样 但是就是说这些副手 你可以带一个700多的过渡 这三个就我们玩锤子的话 这把剑这把剑还有这个双手剑 都是无所谓的 没有备要去追求高装等 那高装等肯定让你看起来很爽 但是没有意义 因为我们这个装等强化之后超过725 他下面的这下半身 这四条属性就都能达到最高值了 好 然后这个朋友这几个问题讲完了 基本上他其他的问题也都不大了 像胸甲这边他带的这个暗金衣服嘛 因为你可以看到他面板的暴击确实也不高 只有35 所以他暗金衣服补 对不对 然后这边技能什么的也没问题 我们来说他最大的问题什么的 巅峰点 这个朋友的巅峰点问题是我看过最严重的 这个是也是之前视频可能没有讲过的 就是我之前的视频包括可能是一些的攻略里 都是以比较后期的形态 或者说前期的这个形态 就是告诉你这个雕纹怎么插 但是这个朋友有一点很重要的点 他没有注意到 我们看他雕纹了 他所有的雕纹除了这个统帅之外 全部都是没有享受到满值的效果的 这边跟各位说一下 雕纹这个东西 它是分两行收益的 第一行收益就是根据你在这个雕纹范围内 购买的这个属性来给你提供增益 第二个就是额外加成是要你在范围内 购买了这些东西才能够享受收益的 这个朋友说他打不出伤害或者说问题很大 那他为什么问题很大呢 因为他这个利用雕纹没有满足 就昨天那个朋友是没有带利用雕纹 这个朋友就是带了利用雕纹 但是没有满足他 他升的最高的是这个统帅 他没有先把利用等级升上来 没有升上来也无所谓 你可以就是现在范围内扣一扣 就是我的这个之前的攻略里会推荐你把利用放在比较靠后的位置 但是那是因为在满级情况下 你可以把它放在靠后来给别的雕纹腾位置 就是比如说可能放在这个位置 你利用雕纹可能吃到更多的增伤是这样子的 但是你在等级低或者说是你操作业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们必须满足这个雕纹 它的额外的效果 就对野蛮人来说是必须的 对其他职业来说可能雕纹的第二效果没有什么刚需 但是对野蛮人来说雕纹的这个额外加成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很多雕纹我们就是为了它的额外雕纹加成才带的 就死就野蛮人不像别的职业 可能雕纹对我们收益很高 雕纹对我们收益其实不高的 我们要的就是额外加成 要的就是这个什么造成异伤 要的就是这个什么切换武器造成暴击 要的就是这个技能暴击产生怒气 那么就来简单修改一下他这个 巅峰盘吧 就先把他全抠了吧 我们这边最后再说一下这个各种雕纹的优先度 第一优先度肯定是这个利用雕纹 这边利用雕纹我们插下来了 然后你会发现在这里数值不够 数值不够怎么办呢去补 好这样子就暂时补出来了 这个就是一个非满极号 你去操作业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一个很重要的思路 我们昨天视频应该也说过了 就是如果你没有办法像满极号一样点颠峰盘的话 那你的雕纹这些东西就要以自己当前能够满足他的要求为优先 就你可以把这个颠峰盘点得很难看 但是你一定要满足这个加成 因为这个加成很重要 OK那我们第一个利用满足了 我们再看第二个 第二个雕纹叫致命吸引 致命吸引我们放在这里 这个附近也是有比较高的敏捷的 那么还是按照刚才的道理 就是如果这个范围内你找不到敏捷 那怎么办呢 抠两点 好这边再点两点 我们点出来了 那如果你以后等级高了 你把这个雕纹升满了 它范围扩大能覆盖到这两个位置了 那你再去把这个雕纹 把这两个点上来 然后把这些点给取消 这边就是根据现在这个情况 临时给它进行的一个调整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去看下一个雕纹 下一个雕纹我推荐你带什么 带愤怒 这也是个敏捷盘 愤怒的话在这里 然后你会发现愤怒在这里 你找不满 对不对 我们这边能找的这个敏捷 一共就这么多点 那怎么办呢 先把愤怒取消 我们到这边来看看 这边看看能不能满 这边看看我们有几条敏捷 一个点 这边也满足不了 我们再去上面这边看看 如果都满足不了 就可以考虑前期先不带了 OK 这边好像能满足 我们来看一下 应该也满足不了 那我们这个愤怒就先别带了 你就升到15级再用 就为什么前期推荐你带这三个盘呢 因为利用是用来挂异伤的 触发我们异伤增伤 然后 然后这个致命吸引是用来解决我们暴击的 而愤怒是给我们提供资源回复的 对吧 这个这三个雕文前期很重要 但如果你没有办法说满足这个愤怒的话 那就先不带 我们就先把它下掉 等你把它升到15级再换 那我们现在接下来带什么呢 带这个统帅 统帅我们放到这里看看 我看一下原来你统帅应该是放这的 就是这边说一下这个暴雪设计颠峰盘的逻辑 就是野蛮人的颠峰盘 这种所有的黄点 它都是有十点力量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这个雕文 它的说明是 要多少多少点力量 多少点敏捷 多少多少点毅力 野蛮人这边的话 就是敏捷跟毅力只要25点 但是力量就会要40点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个雕文辐射范围内的黄点 它天然就能满足20点的力量需求 所以其实你只要在这个范围内 再凑4点力量 再凑4个力量盘 你就能够满足这个雕文的需求了 就这个就是一个放雕文的一个小知识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 那既然没有办法满足愤怒 我们就去看看领地跟这个无惧 那就放无惧吧 无惧这边是毅力 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能不能满足 满足不了 在这边找找吧 我记得这边好像 这边好像有比较多的毅力点数 我们来看一下 好 这边看一下17点 那么还要再来两个 那这边一个 这边一个 还有这边也有一个 那这边扣掉点一个 好 我们再点一个就好了 再点一个我想一下 你看这里就是他之前为了 这个满足敏捷需求 在这边点出来的嘛 所以我们这边就去掉它 然后点这里 好 这个强固伤害跟强固减伤 都满足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他还有哪个位置 他还有最后这个位置 最后这个位置就根据你的需求放了 就比如说是 你要放这个领地也行 你要放这个愤怒也行 但这两个现在暂时没法满足的 就我个人建议是先放这个愤怒吧 然后等你等级高了 你这个愤怒的等级高了 你只要再点一个这个敏捷点 你就可以把愤怒满足了 这个就是我暂时对他这个 颠峰版的改动了 就各位在连颠峰 或者是点颠峰的时候 也是要注意这个细节 就我可能给出来的是个100级的作业 那这个100级的作业 我每个每个这个雕纹的位置 可能在前期都不是最优解 因为前期你可能满足不了 或者说是 这个我们前期可能只能开两个盘 那你这两个盘肯定就是利用跟致命吸引 对不对 就是这个道理 那总之就是这样吧 这个朋友的问题基本也都解决了 就接下来他只需要刷一刷雕纹 然后再换一换武器就OK了 这是今天的一个号 但还是我还是想说一句话 赶紧换双一速的鞋子吧 真的就是你这个机动速度在城里走的比我的死灵还慢 真的不太适合 那么大概就是这样吧 这个朋友的号也就看完了啊 好 好 谢谢观看